今年暑假最受欢迎的 宫斗聚分演习攻略科如一段莫属 两者备受观众们的追捧 同样都是乾隆时期的后宫故事 剧情也是十分精彩 然而在过往暑假期间 环珠格格可是一只独占凹头 网友永远看不腻 如今依然还是最经典的电视剧 9月17日在某年度发布会上 琼瑶通过视频宣布环珠格格将再次翻牌 并称会选择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 来重新讲述该剧的故事 据悉 环珠格格目前已有两个版本 分别是1998版和2011版本 这个消息一出来后 网上的接受声并不高 众所周知 1998版环珠格格一直以来是网友们最喜爱的 也是不少人童年时期的经典 赵薇饰演的小燕子古灵精怪 林心如饰演的紫薇温柔又乖巧 非常深入人心 而2011版本却遭到了观众们的一支吐槽 认为无法超越原来的版本 现在琼瑶又宣布要再次翻拍 网友们都忍不住直呼道 求放过环格格 琼瑶再次翻拍环珠格格 估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明白第一个版本已经是大家心目中最不可重要的经典 但他在尝试着用当下最新的方式去重新诠释环珠格格里的故事 让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和关注这部剧 也是用心良苦 比如2011版本的环珠格格就入住了新的角色和桥段 多了许多搞笑的剧情 那么第三个版本出来后 估计也会有不同的惊喜 不过超越经典倒是不大可能 就看观众们的接受度如何 毕竟这次翻拍的受众比较偏向于年轻人一代